在我一直说着片荒的时候 各个平台的小伙伴就告诉我一个讯息 可以去看看鬼灭之刃无限列车片 我之前虽然不停的听过这部剧的动画和动漫的各种传奇故事 但始终没有机会入坑过 于是在纯小白的基础上 我看完了鬼灭之刃无限列车片 觉得不够啊 于是又赶紧恶补了鬼灭之刃的动画剧集 这才有点底气聊聊这部震撼整个动漫界的鬼灭之刃 为了求生欲 我还是得先和大家说明一下 我不是鬼灭之刃的狂热粉丝 也不是该系列的骨灰级代表 本期视频是和以往的芯片速递的中肯角度一样 用个人的主观的方式来点评这部鬼灭之刃无限列车 也正好大家能从比较不那么热衷 该系列的观众的角度来感受一下不同的点评 从中有稍微帮根本不了解这个动画的小伙伴 做一个小小的背景知识讲解 你看平时一上来 我就直接点评 现在还得先说这么一出 就可见鬼灭之刃在动漫圈的影响力 而且鬼灭之刃现在已经出圈 我身边很多不太接触动漫的人 都也有去尝试看鬼灭之刃 鬼灭之刃的动画从2016年就开始刊登 但相对于海贼王禁忌的剧园这种就显得有些不温不火 但到了鬼灭之刃在2019年动画版发布之后 恐怖的数据就来了 特别是从第19集造成了一个质变的高潮 数据裂变报表 鬼灭之刃变成了现象级的作品 漫画也被卖到爆 今年在日本院线上映的鬼灭之刃无限列车片的剧场版 更是创造了票房奇迹 在疫情当下日本还能创造出10天破100亿日元的超速度票房记录 截止到发稿前 鬼灭之刃无限列车就已经达到了259亿日元 这是什么概念 说明这部动画光在日本上映仅仅一个多月 就登上了日本影史票房第三 距离第二名泰坦尼克号只差3亿日元而已 拿到第二名是迟早的事 目标直奔第一攻其军的千语千询 而且我不得不再次强调 这还是在疫情当下 要不是疫情这部动画票房可能还会冲一冲 据说在日本很多影院 大家看到最后都哭得稀里话了 该影片其实在我这边已经上映了两周多了 但我去看的时候依然还是很多人 甚至有些场次居然还出现了接近满场 果然一点也不夸张 我看的那场尤其是炭之狼喊着 炼狱才没有输的那一段 我瞄了一下我四周的观众全都在抹眼泪 包括我还真的挺好哭的 为了照顾本频道 更多没有入坑的小伙伴 也为了更好地展开点评环节 我接下来微星剧透鬼灭之刃的动画背景 不会涉及重要的细节 相信被鬼灭之刃系列吸引的地方之一 就是片中庞杂而充满想象力的世界观 起码对于我来说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故事的时间背景设定 在距离现在一百多年前的大政时代 大政时代很短只有15年 前面是明治 后面是昭和 故事的主角叫造门炭之狼 加上他共有六个兄弟姐妹 他是老大 家庭环境清贫以卖谈为生 虽然这样 但全家人依然其乐融融 就在某一天炭之狼回家的时候 发现全家人被鬼给咬死了 除了还活着的炭之狼的妹妹迷豆子 但迷豆子却变成了鬼 这就引出了鬼灭之刃有鬼的世界观 早在一千多年前的日本平安时代 有一个贵族家庭的孩子 他体弱多病 婴儿的时候还多次断掉呼吸 在被送去火葬场之前才显露了生命迹象 长大后他特别细命 但命运的捉弄让他患上了绝症 眼看二十多岁的他就要死去 有一位医生为他研制了一种药 结果他吃了后发现病况更为恶化 愤怒之下杀了医生 结果药效渐渐起到了作用 他获得了重生病友不死之身 但却见不得阳光 而且变得非常是血 当然他不用倒立睡觉 也不用睡在棺材里了 被他咬过的人类也会变成吸血鬼 啊不鬼 他就是世界的第一个鬼 名字叫鬼舞式无惨 在这一千多年里 无惨有一个重要的目的 就是继续找到一生未完成的配方中的青色彼岸花 从而让自己变得更为强大 为此无惨开始不断咬人变鬼 组建自己的鬼军团来帮助他寻找青色彼岸花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利和地位 无惨还删选出十二只强大的鬼 组团叫做十二鬼月 然后这十二位鬼又分成上贤和下贤 上贤的鬼非常厉害 基本没有变化 而下贤鬼虽然很强 但经常被鬼杀队的人干掉 和内部被替换 在这些鬼中 无惨咬过的人类才能变成鬼 当然也有少数很厉害的鬼 拥有这样的能力 但基本大部分被鬼咬杀过的人类都会死去 鬼拥有不死之身 伤口很快能愈合 他们吃的人和人血越多 能力也就越强 同样的有鬼就有杀鬼的队伍 但讽刺的是 鬼杀队的建立和背后的当家产物妇家族 和无惨有着血缘关系 正是因为当年无惨变鬼杀人受到了诅咒 其家族剩下的男性全都体肉多便很快死去 为了延续香火 家族听从神主指示 代代和神官一族结为连理 才能勉强让后代活到三十岁 系列中现在的当家是产物妇要斋 他宅心人后 对祖缘有着很大的关怀 并且兼具领导气质 为了打破这样的诅咒 也为了保护人类的安危 家族扶持组建了鬼杀队 鬼杀队同样曾经分明 其中最为标志性的就是叫做柱的组织 这也是鬼杀队最强的九人组 当然柱装的杀鬼猎手也是可以替换的 柱的成员是鬼杀队对付鬼的支柱型的核心主力 同时他们也会收祭子 也就是徒弟 锻炼和传承鬼杀队的技能和扩大队伍 在九人里 每个人分别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技能 也被称为流派 因为要运用肺部呼吸来运力使出招式 所以也被称之为某支呼吸 最早最原始并且失传的是日支呼吸 之后演化成水 盐 盐 风 雷 再从这五个流派再分支衍生出 蛇 花 脸 狭 兽 鹰 虫 说到这还没有看过动画是不是有点晕了 还没完哦 每一个流派运用自己独特的呼吸 还能传承和自创出各式的招式 每个招式又有自己的名号 动作和打法都特别炫酷 如果大家还不太理解 可以联动一下圣斗士星矢 该动画同样也有着丰富的等级 黄金白银青铜等等 而且每一位成员还有自己特殊的招式 天马流星拳总会听说过吧 动画中的男主炎之狼 就是为了救变鬼的妹妹 为家人报仇的决心加入了鬼杀队 从一名无名小族一步步靠着自己的努力和信念 成为了一位了不起的杀鬼猎人 其实鬼灭之刃的世界观的细节还远不止于此 在这就不多展开了 也正因为有着精彩的带着炼击制度 流派招式比划 那些众多丰富有着个人鲜明特点的角色 像男团女团一样轮番出现 总有一个你会喜欢或带给你亲切感 更重要的是 主要角色所带出来的传统家庭观念 那些我们埋藏在心底里的孤独和想要寻求的认同感 都在鬼灭之刃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共鸣 就连反派鬼也自在着悲剧色彩的一面 毕竟他们曾经也是人类 他们变成鬼的过程 或许也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主角炭士郎从No One逆袭成Choosen One的英雄式成长路线 也是日本动画万变不离其宗 百用不厌且十分奏效的人设塑造 观众跟着主角一起成长 哭泣欢笑受挫重振小宇宙爆发 这样相伴左右的陪伴养成路线 当然非常容易让人入坑了 在角色情感共情方面 如果说海贼王是关于梦想和友情 禁忌的居然是关乎人类存亡命运并迸发出使命感 那么鬼灭之刃则是最贴合每个人以生俱来的家庭之情 尤其是兄弟姐妹之情 主角炭之狼一直背着变鬼的妹妹负重前行 妹妹也从中默默帮助哥哥 兄妹俩相互扶持和鼓励 身份却是讽刺的人和鬼 这样的情感冲击形成特别大的戏剧冲突作用力 而炭之狼最核心的精神动力 则是已经逝去的家人 父亲的教诲 母亲的温柔 弟弟妹妹们的欢声笑语 都成了炭之狼透出最真情实感面向观众的纽带 当然在鬼杀队中的成员 也用了不少蝙蝠去呈现彼此间如同家庭感情的关系 用通俗的话来说 在团队的大家庭中 炭之狼找到了曾经失去的爱和温暖 特别是剧场版的鬼灭之刃无限列车片 哦 终于说到它了 炭之狼进入梦境和家人的戏份 还有最后炎著信手狼的牺牲 都带出了家庭之爱 这次的剧场版是直接连上动画第一季26集的剧情 目前动画版第一季26集 剧情是漫画的前7册的内容 而剧场版是8和9的内容 漫画总共23册现在已经完结 但基于现在这么火爆 不知道原著漫画家吴卡胡事情 要不要开前传后传外传之类的 那么问题来了 为何剧场版要承接动画版的内容 而不像其他动画系列 比如海贼王火影人者那样 单独做独立剧情剧场版呢 首先是做剧场版 当然还是从故事性的完整角度出发衡量 目前正好鬼灭之刃第一季结束 而接下来无限列车的剧情中 正好承载了一个两小时的剧情 而且每位角色都有着明确的任务 一些重要的角色也能有着清晰完整的湖光 比如岩柱 剧情叙事的结构正好也符合一部电影标准的节拍 也就是所谓的起承转合 在一个封闭的车厢发生的事件和决斗戏 两个小时全部可以一次性完结 这些因素都太适合做剧场版了 在故事戏剧张力和效果上 首次登场的上显鬼 还有同样是第一次展现丰富招式和实力的柱 决斗动作戏份在大荧幕上观看 那真是一种享受 其次就是市场因素的考量 就目前鬼灭之刃的热度和叙事体量 正好承接住大部分的观众 就算是没看过动画剧集的小白 只要大概了解一下故事背景 比如看了我这期视频 就能安心去影院直接看剧场版了 最后就是顺水推舟 让鬼灭之刃的粉丝来一次共享的观影盛事 也让更多人入坑 天时地利人和果然鬼灭之刃 无线列车片非常成功 当然严谨来说 疫情影响 地利明显不占优势 不然可能现在已经是日本影史票房第一了 接下来结合剧场版的剧情 来做更深入的点评解析 如果介意被剧头的小伙伴 可以先关注大松看电影 看完影片再回来 影片颜志郎和善意依之助一起接到任务 前往一列无线列车 去那支援颜柱炼狱新兽狼 在他们到达之前 这趟列车已经有不少人失踪 他们的任务则是确保之后 这趟列车的两百多名乘客的安全 在他们砍杀几个小鬼之后 才渐渐发觉 列车潜藏了十二鬼月中下悬一的眼梦 他应该是红辣椒和盗梦空间的忠实粉丝吧 眼梦的绝技是能让人不知不觉 进入美好的梦境 之后让听从他命令的人 和做梦者系上一根绳 从而让那人进入梦者的梦境中的潜意识区域 找到精神核心并摧毁 从而灭掉对手 听起来确实很像大梦空间梦的一些连接方式对吧 但就现实中梦境分析研究来说 真的就只有类似于弗洛伊德等这些研究了 所以基本都是大同小异 大家也不需要纠结这些梦的理论的设定了 就对梦的诠释而言 无限列车里同样充满着想象力 我们也在每个角色的梦境中 深入完善了角色内心的构建 比如探知狼重新回到家庭完整的美好时光 当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梦时 到底是留在梦里永远快乐麻醉自己 还是回到残酷的现实 他犹豫过 梦境中的父母和弟弟妹妹 是那么的真实而可爱 他忍心的离去也造成了不小的情感冲击 探知狼家人的死去 已经让他充满着自责和愧疚 这次在梦中他再次抛弃家人 也让他背负着更多的负罪感 但他最后还是想明白过来 家人已经逝去 他必须面对现实而非迷失在梦中 现实中还有妹妹需要守护 还有任务需要完成 还有炎柱信兽狼 在梦中他回到了自己 永生成柱的那天 他开心向父亲说了此事 却被父亲泼冷水 但信兽狼却依然打起精神 安慰弟弟和自己 要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这从中也透露出 他是一位多么正义和执着的少年 等到炎梦被打败之后 更厉害的上弦之三 以窝座出现 他是一位好战分子 尊重和看重强大的对手 认为这会让其自身变得更为强大 但同时以窝座也会藐视一切弱小的生命 这和信兽狼的价值观正好相反 两人的对决热血爆棚 刀光剑影蓝黄冷暖色交错互闪 这场对决同时也是两人在精神对话上的交锋 以窝座希望信兽狼也能成为鬼 这样他们就能互相切磋 成为更强的自己 而信兽狼宁愿死也不愿成为鬼 他誓死保卫列车的每一个人 以窝座认为做鬼多自在风流 拥有不死之身伤口还能很快快速愈合 而人类有着短暂的寿命和难以愈合的伤口 完全无法和鬼相提并论 但信兽狼则说出了其中的真谛 人类正是因为这些缺点 才让生命变得更为珍贵 才需要有人去守护和珍惜 两人经过长时间的较量 由于羽窝座毕竟是上弦三 实力确实比信兽狼强一些 再加上羽窝座作为鬼能快速愈合伤口 信兽狼很快败下阵来 最终牺牲 但是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那个但是 信兽狼爆发小宇宙时 其实已经把羽窝座伤得不轻 如果等到黎明的太阳出来 羽窝座或许也是能被打败的 但遗憾的是羽窝座还是逃脱了 正如炭之狼呐喊的那样 羽窝座这个胆小鬼 炼狱没有输 他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尊严 保护了人们的生命 打跑了羽窝座 总的来说 鬼灭之刃无限列车片剧本剧情扎实 动作打戏经过更精良和高成本的制作 看起来更为震撼和热血 角色的心路历程也得到更好的诠释 全片看下来完全没有为了 卖情怀和收割粉丝韭菜的意思 是一个各个方面都质量上乘的佳作 如果你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鬼灭之刃 你看了这期视频提起了特别大的兴趣的话 那么你可以考虑一下入坑这个系列 当然了 坦白讲 不管是鬼灭之刃还是海贼王 还是任何一部热闻的动画 不喜欢的人一定是有的 毕竟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多元的世界里对吧 所以也别说我恰胖之类的 懂的人都懂我还没有大排到直接去吃鬼灭之刃的饭 如果能吃到我下次一定会炫耀一下 对于我来说 我接触鬼灭之刃动画后 总体观感还是不错的 但也没有说爱他死去活来了 相比之下 我更喜欢禁忌的巨人那种末世慌乱中人性复杂的探索 还有更久远的EVA那种宇宙对唯物唯心主义哲学的神叨叨 有机会我也想聊聊我心目中那些永恒的经典动画 好那今天鬼灭之刃无线列车片新片速递就先点评到这 喜欢这期视频的求点赞求转发求关注 你们的支持才是我做原创最大的动力 我是大聪 那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